我的部分呢就是 我的問題就是我的腿 又短又粗 然後因為以前是練那個競技啦啦隊 所以我們都要把小腿練壯 其實不會 所以呢 我想要用這個 可是啦啦隊都要穿超辣的咧 沒有 我以前是那個競技啦啦隊 特技啦隊是被甩的那種 對 所以一定要練很壯 所以我今天想用 即使不是啦啦隊 我們也很常被甩 那是加上嗎 所以我用靴子 妳確實很愛穿靴子 對 然後就 因為我的腳踝算細 但是我的小腿就壯 妳小踝算細 那妳穿靴子把它遮起來幹嘛 對啊 不是 因為很明顯 就是一個細 然後一個很壯這樣 所以我就 可是這樣子 這樣更短 對啊 我覺得妳應該要穿 像我這樣的鞋子 對啊 要穿這樣的高跟鞋 應該要穿像這樣子的啦 對 要不要這樣子 因為妳這樣子反而把妳 最細的地方遮起來 如果妳要穿短靴的話 妳的口徑要更大一點 或是更挖 對 往下挖 對 要更大一點 好吧 然後才會修飾妳的小腿 所以她的問題就是 把靴子丟出去就對了 沒有 我覺得如果現場的話 讓她直接把她遮住呢 整個整雙腿遮起來 妳說她的臉嗎 還是 對 老師怎麼都不講完 對啊 來 那妳來這邊 這樣銅色的靴子 妳有什麼意見嗎 我覺得她的靴子的長度 會把她的那個 優點遮住 然後露出最壯的部分 而且妳怎麼當床在那邊 對啊 妳到底 妳怎麼感覺都沒有亂 喂 妳怎麼情形 她這樣 還在家裡 孩子都生了 小姐 我們這樣請 直接也放得開 這個又是高腰的 對 今年就是真的還滿流行高腰 流行套裝跟那個高腰 快酷 妳這樣不是好很多 好好看喔 就會 好像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而且妳也不用去在乎 就是說躲躲藏藏你的腿 這個褲子其實也很適合Echo 妳在這個褲子裡面要這樣走路 都沒有人關掉 對 我會發現 就是腿型不美的人 其實今年就可以走這種 寬褲的路線 可是寬褲我覺得也有個問題 寬褲如果不夠瘦的人 側面看起來很膨 很膨 所以健康很大 對啊 套裝 整套睡衣就穿出來了 因為今年還滿流行 穿著流行套裝耶 而且要睡衣感 對啊 對 我現在接下來就是把他的 露胃 妳的胃也是可以露的啊 露出多一點 可以嘛 應該露的地方不露 就會比較年輕一點 是不是 然後反而可以顯瘦 因為它中間這一個就是最瘦的地方 讓它有露一點肌膚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樣會很帥 OK 對 就是比較中性 對 帶點中性 然後時尚感 對啊 所以就會有一點不一樣 這樣子OK啦 因為妳們的胃都可以露啊 對 都 胃可以露 好好喔 好好是怎樣 妳胃不能露 沒有 因為我本身有胃凸 所以 我一肉 我要看 我也是 我要看 我要看 我沒有辦法 行啦 胃怎麼會凸 因為我的胃真的一吃東西就凸一塊 對 我也是耶 然後我每次都不能吃東西 OK 我們不在乎妳 因為小綺旋說她也是 我們想看 妳也要凸喔 不是 連身褲要怎麼看 對啊 連身褲就是可以遮掉我胃凸的缺點 因為我 我明白就是今年很流行高腰 會看起來腿很長 然後我自己就是喜歡穿one piece 就可以解決胃凸同時又呈現高腰的感覺 但是上廁所就要整件脫 對啦 所以有時候可以穿 很冷耶 夏天很熱 你會上廁所上到她的時候 你知道嗎 很冷 哪有那麼冷 夏天很熱 因為我也沒有那麼高 所以高腰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那妳覺得妳自己身體的缺點是什麼 胃凸耶 我覺得胃凸是我 我的這邊很厚 就是我是厚片女孩 原身 我是原身 我這邊很厚 所以我會不太能像他們這樣穿那種薄片的衣服 那妳又胸部大又胃凸妳很吃虧耶 對啊 對 就是這邊很大 所以我不太能穿很貼的衣服 無袖也不行 就這邊很壯 所以我都要盡量穿這種修飾我的手臂 然後這邊有視覺效果看起來比較瘦的感覺 是 有 有 腰伸出來 而且手有伸V 對 就是修飾這邊 因為我的這邊會比較遠 就是虎背熊腰 所以盡量就是要挑 會看起來這邊比較長 V啦 VV 因為妳本身原本是男生嘛 不是 不是 不是我 A位來啦 不是啦 你不要抹黑起來來D 對啊 是女生 Ce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